現在看起來民進黨真的是一掃前面的陰霾嗎 那現在剛剛包括鄭文燦市長有接受媒體訪問 他去還原那個過程 因為你知道那個過程 因為林志娟在禮拜四上禮拜四的時候 在接受媒體專訪 他一直講信世代言說他會參選到底 禮拜五中午的時候崩台哥就這個訊息 所以中間會有很多的訊息出來 可是鄭文燦講不用想那麼多 沒有八月初就是這個樣 然後余露長 可是現在對整體民進黨來講 你自己的感覺是不太一樣嗎 其實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然後真的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看到國民黨的窮追猛打 可是不論是林志堅要不要選 或是他自己退了選還是說被退選 他們現在一直講說被退選 不管是什麼樣的一個理由 你看國民黨還是一樣 反正你是不是候選人 我就是打到底 其實政治文物的抗壓性 或許他還可以忍受 可是當家人對他的親情 甚至是對他覺得說為什麼你要去做這個 做這個所謂候選人的角色 然後被攤在陽光底下 然後好像是完全完全這個X光機障 完全照下來 然後你講什麼都不被信任 你為什麼不改變一個方向 所以這也就是鄭文燦說的 其實一路來從整個論文 你看這個林志堅 他每一次提出他的證件 開記者會提證件 然後把他的這個主視覺 問題是他都還是會被所謂論文結合在一起 然後媒體還是不斷地就問你說 那你什麼時候要去跟臺大報告 那你什麼時候要公開相關的資料 反正就是繞在這些這些問題當中 所以我必須說就算他現在已經離開了 國民黨還是這樣子打 所以你看他不離開的話 對 那就天天解釋 解釋到十一月二十五 解釋到十一月二十五 你根本就不用選了 整個整個在桃園這一場選戰 我們本來還期待說 哇你可以就是一次 像我我記得也是在這個地方講的 就是說好臺大 他早上開了記者會 我們期待是你趕快再開一個記者會 然後把人事實地物 你準備要去跟臺大講的 一次把他公佈清楚 完之後你就是做一個ending 然後其他就交由司法 交由你的副審 因為他還可以副審 他沒有告一個段落 然後你就開始面對未來 你的桃園市民是不是能夠接受你 這才是你要的 因為你要的是這張選票 所以我們當時還在這裡講 就是說我們覺得這應該是兩件事就是說 你林志堅 你當然當候選人 每個都是這樣子 不論現在 每個候選人都被擺在陽光底下 然後開始討論你的論文 這本來就是每個候選人必須去承擔的 可是你可不可以跨越過 還是你是不是能夠得到桃園市民的支持 這就是看你 可是現在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就算國民黨繼續攻曾韻鵬說 你那時候這麼力挺 那個林志堅什麼什麼這些 可是畢竟不是曾韻鵬面臨到這個問題 所以對你們來講的話 等於是這個包袱真的丟掉了嗎 相對來講的話 所以可以放開手腳去 包括萊茵好 來來來 大家都來看 萊茵的有沒有 白銀的有沒有 大家要就全部擺在桌上 當時當初考試過的 柯P說很Ugly 好來來來 看看大家是不是都這麼Ugly 現在你們你們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放開手腳打了嗎 五哥其實現在都不用民進黨說 要去打這個議題 所有的網友們 他們自己就去把這些資料翻出來 然後去做比對 所以這個是現在是網友開始在監督 因為有林志堅這個事件之後 好啊 那大家會監督一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資料出來 都不是哪一個陣營 然後直接去做這個東西 都是網友自己把這個所謂的論文 去做比對 因為現在的比對軟體太方便 比對完之後 然後呢 那怎麼辦 要怎麼做 你想然後後面可能有 綠營的民意代表再拿出來去談 可是你再看喔 在一開始提出的都不是民進黨 所以其實我們必須說的 本來候選人 他一定就會接收到賬的一個檢驗 那你林志堅被賬檢驗 那我相信支持林志堅的人 還是有嗎 不可能他這個事件完之後 好像哇他的支持者不支持一定不可能 他的支持者還是會去好啊 林志堅被這樣檢驗 那其他的人是不是應該要被這樣檢驗 如果這樣的話 接下來你會看到國內論文大戰 說還在往下一直走 但是光潔 現在看起來對小英總統來講的話 剛才講說 台銘經濟會那個民調 年輕人二十趴耶 你說支持度掉七趴就已經不得了了 年輕人是二十趴耶 你是最早在訪問林志堅的時候 就跟他講說 就把東西拿出來 然後要不然的話 你在我記得是上個禮拜吧 上禮拜二的時候你還在那邊 因為他是禮拜五退嘛 禮拜二的時候你還在講說 這樣下去不是個辦法 那要不然就退 要不然的話就認錯 如果還是可以繼續選 可是顯然他就退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我就講整個戰場 是一個整個批變嗎 可是丟掉的那年輕人 怎麼拉回來 對其實林志堅 你如果說是八月初 他就撐不下去 我是存疑的 因為黨的處理是在後面 那這種說法 一個是說是他自動退的 而且那麼早就萌生這個區域 那為什麼黨到最後拖到最後 那意思是說這個黨 維基處理很不好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 可能要更明確一點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從頭自委都建議林志堅 而且是在第一時間 不要喪失認錯道歉 把學位處理掉的這個契機 可是他後來謊言越說越多了 那個堆到後面 連黨跳進來了 所以才造成輿論的反彈 那至於他為什麼急轉直下 整個政黨從那個最黑暗的一天 就是那個其實我在你節目 這樣一直一直罵七分鐘 那是那天是 大概是輿論最反彈的時候 第二天一打開電視 我不得了 他要退選 你就覺得這個轉折是從天堂到地獄的 巨幅轉折 那一個是中華大學 可能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另外一個是民調 大家都引用那個這個 媒島電子報 說差兩趴 政府誤差所以沒有必要退 就硬撐下去 可是另外一個民調說他們差距十趴 就是越來越掉 這個只有民進黨自己評量的時候 可以知道 但是這樣下去不行 直到最後民進黨就用行動幫他切割了 又說你要真清白 你到另外一個戰場 那時候就出現兩個戰場 我們這個戰場要重啟爐灶 對不對 那可是在延遲上面 還是沒有給一個爽快 這從頭到尾沒有認錯 政治雖然是一個最高明的騙數 但你騙不下去的時候 誠實是最上策的 那從頭到尾沒有聽到說是有反省的 同樣的這套模式 我也建議許淑華 他的這個論文 其實不是網友比對的 最早是那個東廠的那個吹哨人吳佩榮 他很早就包括很多政治人物 他都已經起底了 是因為林志堅這個事件 我上禮拜不是講說差培會 你如果要開推土機去衝撞這個許淑華 你要等你們林志堅 要吃這麼大缸對不對 否則你沒有正當性 現在可以了 希望不同的這個各自的政黨 你如果要撞可以啊 他如果論文 比對出來是高度抄襲 許淑華是高度抄襲啊 我也勸許淑華 你有了林志堅的這個前車之鑑嘛 你不要等到什麼倫理委員會啦 最快第一時間趕快做出道歉認錯的這個決定 為什麼 認為有沒有抄林志堅心裡最清楚 今天不是傳說是助理寫的嗎 還有過程當中余正黃丟給老師修正的 這個到底他知不知道 那這中間的過程怎麼樣 就當事人最清楚 所以你自己門新自衛就快刀斬斷 第一時間大家是可以原諒的 我也是跟林志堅講同樣的話 至於陳明通的部分 陳明通的部分 其實因為媒體資訊的揭露 已經很充足 我今天倒是對這個南投的議長 小學都可以花兩年混到碩滋 你真厲害 真厲害 我們學術界根本就是爛根了 下一步進來清理一下 陳明通就是一個標準學官兩棲 我們常講學官兩棲的 他國安局長怎麼來的 難不成是你站著學術界的崇高地位 你用學術為政治服務 為這些政客表白 給他們學位 而你的國安局長才這麼穩固嗎 但是話說回來 我認為國安局長的職權 跟他在學術界的這個老師的 這個地位 這兩個是不搭嘎的 雖然我認為你在這邊 學術界這個已經做爛做醜了 醜聞 但是能不能因為這樣 去等同於他國安局長能不能做 我覺得這兩回事 那所以呢 蔡英文總統的民調 你看看 我們現在拿到了 如果現在林志堅還沒有做出一個決斷的話 你看看嘛 你就算看到棺材也要掉淚了 為什麼 你看這個曲線圖 綠的是贊同就蔡英文總統 他持國家大政 就等於說對他的滿意度 贊成束大拇指的 你看他什麼時候最高 就他當選的時候哇高到七成一耶 就八百一十七萬票的效應 不滿意度是紅線 那時候對他不滿意度相當低耶 只有一成六 哪個總統有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輝煌的 這種聲望 沒有 就中間高高低低到最後 為什麼有七點三趴的差距 你看七到八月 七月的時候還有五成三 過半不得了 這他第二任 馬英九自從郵電雙掌之後 第二任你知道 我們都很熟悉一個 每次掉都十八趴 蔡英文總統還過半 贊成他的還有五成三 不滿意度的確是升高了 包括行政院長舒貞昌 蔡英文總統是三成五 三十五點一的人不贊同他 兩邊的差距 你開始有一個勾 可是你到現在越來越接近 你知道為什麼 就是贊成他的往下掉 掉了七點三趴 不滿意度往上標 變成四成 你要想看第二任的一個總統 還沒到跛腳 可是慢慢的有看到四成 這個紅字在反你的時候 要有警惕 所以我說這場是官場現行劑 但是某種程度 這個政治人物 人家小學畢業都會認錯 我有啦 那其他的貌似忠良 看似好像每個人模仁樣的 就做這種勾當 就比較出人性醜陋面 黑暗面的另外一面 我覺得小學畢業的 還蠻誠實的 或許他學習能力比較強 看到人家就死得這麼慘 他可以承認 那至於鄭運鵬 他受點皮肉傷 因為之前因為他角色尷尬 這座人家說 你太不顧情 你那座就覺得 哇 你是不是這個備胎 這麼挺得太兇了 可是陳如主持人剛剛講 他不是當事人 民進黨重新reset 這個選項就回到五波 但值得觀察的一點 就是這份民調 是臺灣民意基金會做的 裡面有交叉分析 除了年限調很多之外 範率的只有六成四的人 是挺正的 以前挺林志堅 有七成一也不高 這兩個都不高 代表綠營沒有歸隊 我覺得民進黨從政旗鼓 就來玩真的 來個通透的 不然我認為林志堅未來 沒有什麼前途了 我就不相信政壇翻兩翻 你下次出來 你說還是抹黑嗎 你有誠實嗎 我覺得這些都會隨之 他如影隨心 所以我才建議說 清清清清乾淨 這樣才會有前途 ok